好 我們又回到下半集的講碼攻略了 我們終於講到英國冠軍錦標了 沒錯 英國冠軍錦標是另一個英國馬坦其中一個很大的賽日 除了英國冠軍錦標之外 同一晚也有十分多一級賽 所以大家的節目非常精彩 但我們重點在這場主題賽事就是英國冠軍錦標 對 今年出馬就不多了 因為有些從海樹門那邊跑得不好退出 搞到這裡就人丁單薄 有些好像考菲爾德杯還更精彩 估無論什麼都好 都跟大家說這場 這張照片就寄成事實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錄的時候就不見了他 他應該是這場的大熱門 有船他就去美國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去美國 暫時我們還未查到 如果知道的朋友就記得在YouTube或IG留言給我們 嗯 沒錯 當然寄成事實沒有出現 的確會令整場賽事更多變數 但是就算沒有多寄成事實 也有一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也相信沒有多寄成事實他會非常開心 就是變魔術了 沒錯 看看海爾蘭冠軍錦標 他怎樣贏 寄成事實 這場呢 海船門大賽的設計名師就跑第四 跑第三那隻應該是 軍鞋鞋 對 軍鞋鞋 現在前面寄成事實就拍著 這個變魔術就在前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場寄成事實 外爾蘭這個場地不適合走 所以他自己又可能放得快 因為看到呢 都要捉住 可能回來不多 第二 所以就導致後面變魔術很輕鬆地搞定了他 嗯 沒錯 其實 除了變魔術 當然同場大家都看到一隻同主的衣服 就是日出之果 那麼日出之果我們就不再多過 因為之前海船門的時候也跟大家提過 那隻馬已經放下了 但是重點就是變魔術 其實當然二千米就是他真的好手本的 但是 嘩 其實上場他贏得到 記成事實其實都真的挺大驚喜 重點就是他第四都還是贏了海船門的設計名師 嘩 那這場賽事是不是很高水準 如果你計算上賽事 是的 那我也覺得這場是有驚喜的 驚喜就是記成事實輸了 而不是贏了那隻 真的 真的 但是 也挺大驚喜的 是啊 即是你說後面那些馬是不是很差 真是老實實 真是不差的 你時候看回 即是軍駭褲子 暫時未再有證明字 但是 設計名師 其實在這裡 搖搖搖搖搖都可以 應該是女台等來的 嗯 沒錯 所以 所以 沒有了記成事實 就變魔術 就陰陰嘴笑 其實 這句台詞 不知道大家會覺得有些訊號 這句就是那時候我講成全寶 成全寶 在心知所謂推出之後 他也是掩著本面嘴笑 以為自己贏 那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呢 成全寶就證明了 就沒有了 那變魔術 會不會有馬挑戰到他 絕對有的 特別是高屎燈一隊 真的 讓大家看看這條威爾的 高屎燈 對 高屎燈先 這場有 前面黃衣加達寶 後面 最後藍衣白色的就是 萬聖飛 螺絲分爵 對 對 大家都和阿房 對 這兩隻 這場 螺絲分爵在後面衝上來贏 加達寶 大家都知道 可能2,400會比2,000好 他亦都跟前望空了 回來 其實這個第二是絕對不失賴的 其實也是的 還有 其實 因為那場 螺絲分爵 其實是有少少 即他不是屬於很熱那些 有少少半爆冷的成份 因為他本身上來的賽職 他不是說 一路都是一級賽 跑得好 即是一路是用一級賽 那些賽職跑 他是慢慢 逐步打擂台 這樣上去 但是 剛才剛才說過 加達寶 首先一例 可能他 2,400會 才是美加正中東 還有 諾斯芬雀 他這麼年輕 突然之間有大幅進步 其實都不出奇 他這場 都是 加達寶 三個幾萬位 來贏 加達寶 其實 當然 還不算去五級 但是他長期在一級賽 跑得好 可以彈得開 其實諾斯芬雀 應該也是一隻很厲害 是啊 我想 始終諾斯芬雀 還是四歲 那 那個憧憬可以更大 其實 剛才說過高士登一隊 也是 因為始終 特別是另一隻萬聖飛 更加是三歲 因為 你還沒跟四五歲的年長馬跑 那 那個衝勁 絕對會大 而且 諾斯芬雀 老老實實 他這條走線 你說會不會跟很多傳統強敵 即 撞到呢 其實也是 嗯嗯嗯 那也是 因為其實 你看回剛才那場 威爾斯親王錦標 其實你除了加達布之外 跟著你跑那些 又是那幾隻 日出之國那一隊 其實跑來都是那一堆馬 那 叫做彈掉了加達布 這個情況來講 就會幫他加到分 但是始終你說 如果論經驗 作戰經驗 其實就一定是加達布 和剛才我們說的變魔術 是稱先 因為始終他們 就是周遊列國 周圍走 也都是 一路都跑得好 那 諾斯芬雀沒有這場型 但是 始終還是年輕 那 那 不質疑他的能力 那 但是 你說 是不是贏面很難 要鬥過才知道 就真的 是啊 我也認同 那真是老老實實 再數下去 就是我們 上次海旋門都讚到飛起的蛇文石 那今場換布爾學了 片我們就 真的沒有準備給大家 但是 但是 如果有聽的話 都知道我們怎樣覺得他好 這次 雖然不是蘇明倫 但是 也有 布爾學 那布爾學和 鄂白人的成績 其實是更好過蘇明倫 那 如果大家想看回 可以看回 我們上次海旋門的影片 就有整晚一段影片 阿威 整晚這次宿程 跑2000 你會不會覺得 相差一點 對比起 同樣是三歲的萬聖飛 絕對會 因為萬聖飛是一隻 2000米比較厲害的 你看看 高士登的補處 全部都是他跑2000米的賽事 然後 然後他偷到法國打比 是因為法國打比的馬不厲害 所以他偷到 所以 所以 萬聖飛2000的證明會更加多 蛇文石2000的證明 真的會少 而且 還要跑阿士谷 大家都知道 阿士谷最後的直路 真的很難跑 嗯 也是 唯一 就是 海塞蛇文石有2400米的力 看他會用到 氣力 可以搭救 因為 剛才阿威說的 就是 萬聖飛 其實他自己都是同齡的馬跑 蛇文石 又是同齡的同齡馬跑 其實拿上次巴黎大賽都是同齡 差不多一年多 所以你說這兩隻 三歲的馬 其實可能真的會更加的 但是你對比起 諾斯分像 甚至再延長一點的 變魔術和加達布 可以爭 亦都可以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 是不是真的 說到稱度這麼高呢 暫時來看 會是三四選之間 首選的 我們都是偏向覺得 都是加達布 諾斯分像 和變魔術這三隻之間去選 是啊 就是 你說 智勝一擊 甚至乎方案莫力棋 那些有沒有機會 我們都自己比較看低一點 就是這場會 都幾 清晰 很單調的一個局面 嗯 沒錯 所以 只有十一隻 好像對比上一部分的 考菲爾德杯 簡單得多 我們 就幫大家 框了一個範圍 出來 加達布 諾斯分像 變魔術 然後 三四選 你再考慮 萬聖飛 和射門射 看看是否真的 這五隻 不單純 可以順利回到來 那 英國公共暗標是正常的 都可以留意同日的其他賽事 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去量一下 澳洲和英國兩項 即兩邊的大賽 當然 還有秋華想 大家自己都可以上去看看 沒錯 那我們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禮拜 又是繼續講大賽 是呀下個禮拜 這些海外賽事一浪接一浪 所以大家真的要 黏住我們 港馬攻略 一路跟大家講多些 海外賽事的攻略 下個禮拜的節目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 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啦